老师美国四大指数都因美元指数攀升呢 而做了一个下拉的动作 而这两天呢你也可以看到 美元指数呢是做了一个拉回的迹象 难道现在是投资朋友们准备进场的好时间吗 所有的答案就在节目中告诉你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主持人紫山 今天是8月24日 台股开盘在15112点 中场收在了1069点 还是一样有守住了万五关卡 而纵观美国股市而言 市场对于鹰派联准会的担忧 持续的来进行围绕 加上皮弱的经济数据 美股始终未能摆脱震荡走跌的趋势 10年期美债殖利率持续高于3% 油价升势的推动之下 你可以看到能源股是持续的来进行走强 房地产和医疗保健股也一样的是来进行大涨 那我们道成指数收盘是跌了大概150点 标普和纳指都是来纷纷做下跌动作 但是我们费半则是逆势的来收红0.74% 究竟美国股市接下来走势会是如何又会怎么样的来影响到今月台股 当然最专业的股市分析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雷光老师 主持人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我相信这两天的台股或者是美国四大支出的走势 大家看了以后 那心里都会想是不是要被做一个拉回的动作了 那当然呢 我也以前在节目上跟各位做了一个分享的动作 就是说不管现在的行情如何 总是一定会有所谓的利多跟利空 那最主要的是什么 他这个话题的续航力到底是多远多久 那如果他是一个短暂的 那这个的就是一个插曲 那如果说这个会影响到他做一个被拉回的动作 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注意 但注意的当然是一个环境 那更要注意的是各位你们手上的个股 到底要怎么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还是有做一个期待 所以并不是说我现在手上有股票 大盘被拉回来我都不理他 因为我相信我这档个股 他的问题 我认为他是好的 我就一路把他放 一路把他放 放到最后自己受不了了 各位 那个不是环境的问题 那是你个人的问题 那回忆一下是不是每一次 当你在认赔杀出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希望我们都可以 去做一个改变的动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台股大盘 今天的台股呢 做了一个开高的动作 开盘 然后一路也做了一个上涨的动作 那在这个环境之下呢 这个的涨幅呢 我个人认为他应该是去因应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昨晚每股四大指数的其中的费程半导体 那台股电呢 台股电呢也从他的开盘做一个拉抬的动作 我们看这里 今天他的开盘504就一路拉到了508 所以可以显然的在这地方 虽然很小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上涨的 那随即呢就做了一个震荡的动作 而这个震荡的动作最大的功能 就是因为一万五千点的问题 那在台积电的均线管理里面来讲的话 502块跟500块钱都是他要守住的一个价位 那如果说跌破了怎么办 那当然大家会去想上涨怎么办 下跌怎么办 两个方向的答案各位都会去想 我相信呢 每一个投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里好了 看一下这里 我再把均线管理叫出来 我们先看这条线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这条是际线 也就是说台积电从这个高点 他已经跌破际线之下了 那前面的低点是多少钱呢 前面的低点是499.5 499.5 最多在这个地方的话 远然就变了他一个重要的要角 那现在这个重要的要角 来自于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美元指数 另外一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国安基金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哪边去看 要看到美元指数 老师这段时间呢 美股四大指数啊 可以看到哦 因为美元指数不断的创高啊 那这两天呢 感觉它有一个拉回的一个迹象 是不是也代表说 美股可能会有一些起色 那也会连带着台股也会起来 那是不是投资朋友们要准备的进场动作了呢 好 假设我们用技术层面下来看好的话 当然第一个一定要去知道均线管理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符合 不就不符合 那个 呃 月线了 就不符合了 好 但是我们要看 看这个地方 看哪里呢 看五日线呢 好 所以刚刚台积电在月线的地方 它是被 它已经是在月线之下 是 它已经在月线之下 那 那我们要去衡量的是现在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用五字线下来看 好 各位 这个是美元指数的前高 109.294 好 这是它的前高 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是 昨天的高点 109.270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并没有去突破之前的前高 并没有 然后呢 留下了一个上影线的黑K 然后在这个五日线这个地方 又留下了一个上影线 但是它是红K的 所以现在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在于 会不会跌破这个五日线 这样了解吗 如果它还是沿着五日线往上的话 各位 你们手上的个股呢 可能就真的 真的要做一个停移的动作了 就好像我在8月16号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在节目上告诉大家的 停地加一了 这时候很重要 因为其实老师8月16号一讲完 当天的晚上美股还没开盘 16号的美股 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 道雄指数 17号你可以明显看到台股是 纷纷的来做了一个收红动作 这个时候 假设大家有听到 雷光老师所说的 前一天说的 停地加一 应该会先获利了结手上的股票 那8月18号那一天的下跌 不会影响到各位 没错 各位 这就是各位看我的节目 你们要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不对 我不是 我不是随便给你们 跟各位加一的 不管是持股诊断 或者是说 我今天有一个产业要做一个加一的动作 我都是 都是为大家好 都是为大家好的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的8月16号 你不来跟我讨论 那我跟你讨论 你又不相信 你还都相信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手上的个股 各位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 现在该怎么办 你会不会觉得太晚了 不会 只要是有心 绝对不会晚 因为要有行动力 只要各位愿意 提醒大家 我们这个礼拜六呢 其实是有一场线上的研讨会的 这个研讨会呢 叫做金虎白位 金虎白位当中呢 老师会直接的来教给大家 这么多年以来的 低买高卖操作手法 如何动心有心人士 只要愿意 永远不嫌晚 我们刚刚讲到 萤幕双方QR Code 或书章 94888 VVIP 手上持股张数呢 最重要的是手机电话号码 要来做一个免费报名的 此外呢 再加入LINE以后呢 我们会再给各位呢 一个入场券的网址 只要点进网址之后 8月27号线上2点钟 我们会准时的 来跟大家倾囊相授 那讲完了美股 我们今天又要来讲台股了 台股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今天的话 是明显的来进行量缩 那现在呢 也是不是代表说 投资朋友们 或者是我们应该要感受到 害怕感觉 空头又一直不断不断的 在做一个鼓吹动作 我们是要害怕呢 还是其实这个时候 是最好的一个进场点呢 老师 这句话 这句话要看专业功力了 要看专业功力了 如果是颜色影响到你的情绪 是 那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量的问题 我只怕你会误解 误解一直下去 量很重要 量很重要 但是各位 我们可以去衡量一下 如果今天有幸人是他去做一个铺梗 请问你会他 去做规划的铺梗 还在量大 去做规划铺梗 一定在量说的时候 或许各位不晓得我在说什么 没关系 我就拿一个 哪一档股票 跟各位一起分享好了 哪一档呢 航运股 好不好 2609 今天的航运股 我相信各位呢 在听到这个财经节目上面 都有纷纷的来提到 哇 这三档 长荣 扬名 万海 其中的万海更是破底 这三档的话 有三个字来进行总结 叫太落了 好 我们不管他 我们不管他落不落 但是我们要衡量 要衡量的是什么 各位 如果说 如果说去年的109年 前年 109年的3月19号 台股的8523点 是一个上升的一个动 一个多头的动作 一个多头的时候 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各位 在109年的时候 109年3月份 好 大概就在这边了 各位 这档个股 它的量才 2,800多 1,700多 1,608 1,600多 所以这个整个地方的这边量 可能就是1,000多到2,000多而已 但是它的股价在哪里 6块多 6块多 好 随之上来 2万多 随之上来 4万多 4万多 好 一路上来的时候 各位 这个时候的股价都不一样了 好 那你会在这个地方才去想到它 还是想说在这个地方去想到它 我这样讲 各位清楚吗 所以在一个量的一个管理里面来讲 要衡量的就是说 你对于现在的台股它的 它的一个趋势向上 跟一个趋势向下的时候 它这个量是一个 一个已经是有心人士要规划去做一个 一个 布局的动作 布局的动作了 那 你管它量 量少跟量多 当然是在一个最低点的一个位阶的时候 去作业的 那你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去作业 你有赚那当然是最好 但是回过头来你还会后悔 为什么我不在它个位数的时候我就去买它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会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量的行为 那现在我 现在来讲 我告诉你个股 好 现在来讲各位你们看 现在我们的台股的量都是在2000亿 2000亿以下 以下 冒昧请问 当你认为台股大涨可以买进去的时候 超过2500一点 不 超过2500亿3000亿的时候 会不会有点太晚了 对 你的成本是不是就定高了 是 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再跟 雷光老师呢 请教一下下 刚才呢 特别提到给大家秀出来是扬名嘛 但是呢 其实在今天有一档啊 航运的部分 虽然你一直不讲 但是我还是要问喔 虽然之前的雷光老师呢 也有在节目上面 在我们金虎年刚刚开盘的时候呢 也有开红盘的第一天 我们就有送出了一档股票 那一档其实就是万海喔 所以其实没有仇视航运股的意思 但是现在的这个趋势主流之下呢 航运这三档啊 今天也有爆出一个新闻 是中环呢 中环呢他今天又是做一个 重压长荣的一个动作 那今天万海又破底了 老师航运到底要怎么办 现在如果投资人已经在里面了 我在船上面了 我感觉我自己快下降了 到快要碰到海平面了 那我这个时候该怎么来做转 有一个转机吗 各位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说 主持人既然这样子问我的话 讲真的我本来已经跟大家讲说 以后我再不跟各位报告 有关于航运的问题了 是 因为最后一次跟各位报告 是在7月初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货柜三雄还有一档个股 他没有出席 那档叫做万海 我一路跟各位讲 货柜三雄 他们是一个群体 他们是一个群体 那目前那个时候的货柜三雄 长荣阳敏已经跌破百元了 那只有万海还在百元之上 在除夕前之前 还是在百元之上 我就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至少有超过十次 他们是一个团体 难道万海有可能单飞吗 各位我讲这句话 你还记得吗 对不对 难道他有可能单飞 好我就维持我一百元以上的万海 那你长荣阳敏 我就不管你了 有可能吗 这是 我们要平常心的面对 有可能吗 所以说各位 里面的主角到底是谁 他要怎么做 我在这个地方真的不方便 跟各位一起分享 我说过 君子不挡人才入 但是我把 我把结果都跟大家讲 万海什么都出席 720 7月20号 我们看这档 我们看这档 好各位 这一根的红K 718 我就跟大家讲了 我就跟大家讲了 不相信你可以把 720以前的我的节目带 你调出来看 因为他是7月20号除息 所以我就想借由他的最后 货柜三雄的除息 告诉大家 未来的货柜三雄 他的命运是怎么样 我就跟大家讲 他不可能单飞的 他不会单飞的 货柜三雄的命运一定是一样的 一定是一样的 结果现在有没有三档全部跌到百元以下 有喔 我们看这里 111年7月20号 万海的除全息喔 好 回到这里 这个是7月19号喔 各位 隔天 这个是7月20号除息喔 除息之后呢 现在的价位呢 在下面 在这里喔 我有没有说错 冷静 我没有说错 对不对 就像8月16号 我跟大家讲 亭里嘉义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每一次在节目上 告诉大家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那个都是我的专业 都是我的专业 如果你们一定要用说 老师我觉得他很好 或者是我相信某某人讲的话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你就略过我的话题 当然我希望你可以赚钱 那这边还是要跟人家投资朋友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提醒 假设现在是有心 我们现在已经是抛弃以前的 那些既有的一个思念 一个观念的部分 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换档操作 各位觉得有没有可能 但是呢 这边还是要跟大家回顾一下 老师之前呢 我们其实6月22号开始呢 低轨卫星元宇宙题材呢 总计的上涨喔 三档的股票 通通都是短线的来操作 总计上涨是一路来了161个percent 各位可以用一下自己的资金来做一个计算喔 那包含7月7号 还有一档非常非常的优秀 其实应该是两档啦 一档叫蓬城 另外一档叫联发科喔 那这边的话 联发科也可以看一下近期的操作 老师要不要秀一下联发科7月7号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有原始的讯息呢 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进行分享 这个是7月7号 是 一路跌下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7月7号 然后呢 我看我的资料有没有 有 7月22号卖出的 好 7月7号 星期四 市价买进2454联发科 好 这是7月7号买进去的喔 然后看我什么时候卖掉 22 7月22 请712 获利出厂2454联发科 各位 712够不够多 那天他找到721 我觉得我卖712 我觉得还ok 为什么呢 只差9块钱 700多块的股价 但是重点是 7月22 重点是7月22 我卖的对不对 这个才是重点 对不对 我们看7月22的联发科 各位 这根KK是7月22 看到了吗 这个是7月22 最高来到721 我712把它卖掉 我没有卖到最好 但是我一定是卖到最对的那一天 就好像8月19号 我没有 那三档股票我没有卖到最高 但是我卖掉之后 看来 全部下去 看来 各位我们看一下 到现在的联发科 他都有上去 都有上去 但是呢 有没有超过7月22号的 没有 碰到就好了 然后就这样下来 各位 7月22 现在824 现在824 这样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又多两天 我可以不需要在这个地方跟他混 这个资金我可以应用到别的地方去 没错 对不对 我可以应用到哪里去 我可以应用到 应用到资本设备去 我可以用到 应用到HPC去 HPC 对不对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说 你不能手上只有一档股票 是你认为他 你喜欢的你就要把它拥有到 天荒地老 各位 在股市里面没有这四个字的 真的没有这四个字的 真的要决心 那我们这边呢 各位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节目上面 感觉上好像雷光老师 都是在秀一些高价股 这边的时候还是要老化长提 因为其实雷光老师有说过 在节目上面有特别的提醒 这个时候如果台股市 躲一个多头的趋势 要动的是先是谁先动 当然是高价股 所以我们会先秀出高价股 是因为我们真的有买 那中低价股有没有买 其实各位看我们节目 也会非常的清楚 也有秀出来 那今天由于时间非常非常有限 本来想跟大家分享 更加多的一个个股的话 但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 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 在今天假设说呢 你非常同意老师的这个 低买高卖的一个操作手法 包含你现在想要来进行换档操作 但不知道该如何的来进行的话 萤幕上方QR扣书章 94888VVIP金虎白尾 雷光老师下半年度带着各位 甩尾一波转起来 0225415757直播手机电话号码 也同样的来进行报名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还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我有几档的个股想要问一下老师 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好了 这两档呢是电子标签的 袁泰以及金虹 好 这好 各位 我们看这个地方 8月17号 这个投资朋友 他赖给我 是 然后 有被遮住的是其他的股票 我就刘静虹 就跟各位分享到静虹好了 好 然后 这个时候呢 我当然有对他这些的股票 做了一些的建议 那现在暂时不跟各位分享 但是注意这个地方 我告诉他什么 我告诉他说 注意8069元泰的走势 再来决定金虹的去留 因为元泰是金虹的顶头羊 我们来看这里 他手上的金虹 我有没有建议他去看元泰 来看这里 那到底走势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8069好了 8069什么时候 然后他做一个下跌的动作 各位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819 也是一样 8月19号 也是一样 8月19号 这是碰巧 但是 这档个股的时候 在8月19号 我又赖他了 我赖他 有看到8069了吗 他告诉我说有 但是为什么我要告诉各位呢 8069在19号的时候 最高点 然后被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什么 金虹是不是跟他同步的 对不对 如果是我要不要卖金虹 看这里 我游标没有动 我滑鼠没有动 请问8月19的金虹 有没有因为元泰的状态 而被拉回 有耶 对不对 有嘛 对不对 所以我 我的专业 各位很难去相信 每档个股的龙头大哥 我们讲到这边就好了 真的好错 好 各位 今天是 来到低点 1月5.5 是 高点是150 没错 这中间的亏损根本是不必要的 如果各位在8月19号 那一位不管是 手上有金虹 或是手上有元泰的投资朋友们 假设有及时的 LINE到94888BVIP 跟老师来做一个对话 8月19号 雷光老师提醒大家 看一下元泰的走势 再决定金虹的去留 这从150到现在的这一个 总共加在一起 也有十几二十块的亏损 完完全全是可以省下来 我们再去买另外一档 做获利的动作 这个时候就是雷光老师常说的 什么叫做选对个股 每一档个股呢 选到对的 进场的时间 出场的时间 也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 没错 你只要知道说 什么时候该进场 什么时候该出场 我相信这个的期间的 的操作续报 你是非常有人有余的 对 那我们这边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再次的 谢谢我们雷光老师 因为这一场的话呢 也是提醒大家 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的是 投资朋友们手上的一些个股 当然 我们在这一个礼拜六 下午两点钟的金虎白尾 线上说明会 要来进行探讨的 绝对会是更加不一样的东西 此外 我们在当中还会送出呢 三档必胜的股票 所以一幕上方 QRQ或书章 94888 VVIP 下半年度想要一同的 甩尾赚起来 一路发发发的 就提醒大家 尽早的来进行报名了 节目最后 还是要再次的谢我们雷光老师 谢谢芷三 谢谢大家 那来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除了我们这个礼拜六的 线上说明会 要记得报名以外 喜欢我们股市战国策 也不要忘记 帮我们YouTube频道 以及粉丝团按赞订阅 分享小铃铛要记得打开 股市战国策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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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这首歌是老歌 那我个人叫什么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什么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呢 这个这六月是28号 一路下跌 一路下跌 然后在这个地方 各位 我现在记录到一条均线 你看那条均线 是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现在设定的是月线 我现在设定的是月线 各位 宏达殿 从这个地方下来的时候 到了月线 这个是上礼拜五 这个是上礼拜五 各位 有没有在月线 上面正好碰到 是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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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7月1号告诉大家 月亮代表我的心 各位他有没有在月线 有喔 然后7月4号 我确定有些人是买进去之后 7月5号把它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但是这一次为什么我会先做2388的卫生 在7月19号的时候 这个是7月19号 各位看7月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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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